鸿鸿正法 正法救助我们 有使命 我们可以做得到 让正法救助的事情 两个人 一个是红法的人 一个是护法的人 红护要密切合作 红法的人 一心一意专在经典上 把经典学透 我不叫研究 我叫学透 透一定要自己能做到 实实在在讲 你知道多少 你就能做多少 你做不到的 说明你不知道 你没有了解 这个话 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 他老人家说 佛法是知难行义 你知道哪有做不到的 那你做不到的 你没有知道 这个话我当时听了 有很深的感受 想一想是有道理 可是一般人又说 我都知道了 我做不到 那变成什么呢 知义行 知道很容易 我没做到 老师说 你那个知是假的 不是真的 60年前 老师告诉我的 他强调 特别强调 佛法是知难行义 行很容易 那个知真难 所以说 彻底明白了 知道 自然就做到了 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 让我们产生误会呢 我们想想 其中也不无道理 那就是 我们对这眼前现象 这个假象 真的没搞清楚 全都以为是真的 贪恋 放不下 真的要晓得 这些所有现象 皆是希望 不如经常讲的 等透彻了解 你是道听途说 你没有入这个境界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要承认 承认就能有进步 就能够再继续不断修 如果不承认 因为我都知道了 你永远没进步了 你就停在这里 我没有做到的 就肯定 我知道的不够托彻 我还没真搞清楚 你还能再继续努力 把它彻底搞清楚 搞明白 这些事情 结合 现代的科学 科学研究的成果 他们的报告 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经常讲的 凡所有一项解释 虚望 科学证明 这不是假的 这科学家 他不是学佛 他佛经连兵也没有碰到过 他的研究报告 居然跟佛经说的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 要细心 用这些东西 来帮助我们观想 就是帮助我们看破 看破 自然就放下了 那我们的烦恼 吸气 很重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用什么方法来对治 但是 念佛法门 是无比的 方便 你是念头 断掉 谈话容易 我们只有一个念头 比较容易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 就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别无杂念 这个方法就好多了 好用多了 但是这个方法的基础 还是要看破 你才真正能死心塌地 把这方法用上了 只要用上 不需要长时间 你用上了三天五天 你就发现 你得大自在了 你就能得到 发息充满 经上讲 惠语真是利益了 真是利益 真得到了 真正的大自在 优优独播了